民主是一個好東西的,但是是一個價值觀,作為一種價值觀 在人類政治歷史上也是相對來說比較短的 當然起源於希臘、雅典,在那裡進行了大概一半多年的時間 最終以失敗而告終 雅典失敗以後,人類政治是經過很漫長的一千多年的歷史 在這個漫長的歲月裡面,人類創造了災難的文明 可是民主是一個暗砸的字,民主是一個不受歡迎的概念 民主是一個負面的概念,一直到現代性的開始 其實剛才陳先生提到的大宣章,大宣章當然也不是民主 他是貴族和國王這麼分財產,分贓不遠 搞那個大宣章,成績分配 對,這個肯定不是民主的理想,我從理想這個角度來講民主 民主作為一種理想,民主作為一種理想 什麼時候又成為一種泛式的好東西呢? 那就是現代性開始的時候,文藝復興,所謂的啟蒙運動 把個人作為宇宙的核心,人取代了上帝 當然在那個時候,王老師剛才說的,也不是跟那個選舉連在一起 可是民主作為一種意想,成為了好像權利對求的東西 那麼,到現在兩三百年以後,我覺得民主現在的狀況 民主現在在一個什麼樣的階段呢? 今天我剛想到這一點,我覺得今天拿來給大家參考 我也沒有好好成熟的思考過這個問題 我覺得民主現在正在面臨一個巴洛克時代 巴洛克是一個Baroque,Democracy is Baroque moment 巴洛克是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就是從古羅馬以後,野蠻民主侵略羅馬帝國崩潰以後 天主教會成為了歐洲,整個歐洲的最大的政治力量 天主教會,連國王都不能跟教皇交談 天主教會是歐洲最主流、最有權利的政治、道德、制度、institution 那麼,在十七世紀、十六、十七、十八世紀 歐洲出現了新教改革 除了很多思想家、很多神學家 開始對天主教會進行非常嚴厲的清晰的批判 這個又延續了滿長的一段時間 可是這個尖銳的批判 那時候天主教會其實面臨巨大的危險 巨大的衰敗 一千多年了,教皇都娶好多老婆,養一身打,腐敗 可是呢,新教改革開始以後激發了counter-reformation 就是反新教,反改革 這就是Burong Burong的時候發生什麼事情呢? 就是反改革的聲音 一下把天主教的教義把它變得非常的華麗 你去義大利看他的畫 什麼事情呢?第一是標籤話 第二是喊口號 就像我們小時候在內地長大 社會覺得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 不跟你談笑,社會覺得就是好 那個時候也是 天主教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 然後拼敵話 垂胸頓足喊口號 所以是在這個時刻 Burong這個時刻 天主教會一千多年 所向替靡 遇到了尖銳的批判 新型的批判 可是又激發了狂熱的守衛戰 我今天感覺到民主制度 民主作為一種理想 不作為一種政治,民主作為一種理想 也可能在經歷它的baroque moment 民主在全世界其實都面臨巨大的危機 在智力上面臨巨大的危機 其實在信仰,理想上也沒有巨大的危機 也有很多新的聲音在質疑民主 不只是作為一種治理 或是要作為一種理想 可是今天你翻開報紙 打開電視,或者到香港街上走一圈 對民主的守衛戰是狂熱的 是口號化的,是標籤化的 那麼也許民主也正在經歷它的baroque時刻 如果民主在經歷它的baroque時刻 那就是越狂熱越華麗 走向衰敗就越快 虧光反照 怎麼解釋現在整個四方對民主制度 不要這樣,你想你想大家沒意見 這個制度,現在整個四方 我看見每一個leader都上台的時候 都有change,都有改革 那改革改革不行,另外一個改革 現在走進一個什麼狀況? 因為我覺得現在所有的民主制 從發達國家,從美國到歐洲美國發達國家 到新興的民主國家 所謂的東歐港,其來的烏克蘭 阿拉伯之城有過一批 東南亞都有過一批 所有的這些民主制 不管是哪個,什麼文化,什麼發展階段 都面臨巨大的治理危機 做不成事情 在美國醫療改革搞不成 移民改革搞不成 歐盟當然天天都在看 你從馬來西亞到印尼到菲律賓 到非洲所有這些新興的 就冷戰以後起來的民主國家 它自己都發生了巨大的危機 那麼,一開始大家都講講,講得好好的 你只要搞民主,大家就能過上好日子 可是沒有達到這個預期的效果 就算發達國家,它現在發展遇到巨大的瓶頸 社會不公,經濟不行也改變不了 所以改革改不了 那麼民主變成了非常僵化的一種政治制度 很多人開始質疑民主作為一種政治制度 所以民主現在面臨著這麼一個困境 我觀察了一個情況,就是 民主選舉,所謂選舉民主出來的領袖 說的一套,做的是另外一套 說的時候會選舉,說了一套 到了他做的時候,他又負責任了 他就做另外一套 下一次,在他做的時候呢 另外一套人就起來,就說 上次當權者所說的話 因為他們是在你,就說那些話 結果下一次呢,就他們上台 那這個,你們在美國不是最近有一個 看中,是吧,有一個什麼 那怎麼說呢 對,美國有一個